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断头王后 世间所有的馈赠都标好了加码 一起来听 今天我们和大家共读的一本书是 玛丽安托内特 玛丽安托内特是一位不幸 而又令人尊敬的王后 她是奥地利的公主 法国的王后却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又为什么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呢 玛丽安托内特是奥地利女皇 玛丽亚特雷西亚最宠爱的老妖女儿 长得妩媚动人 性情温和 她有多少人喜欢呢 历史上有一个小故事 1762年 六岁的音乐神童莫扎特 随父亲开始欧洲巡回之旅 记忆精湛的莫扎特受到了奥地利女大公 玛丽亚特雷西亚的邀请 在美全宫 莫扎特不慎跌倒 比她大一岁的玛丽安托内特将她扶起 莫扎特看到了美丽的小公主 惊为天人 忍不住亲吻了她 并说 我以后一定娶你 六岁的小男孩看到她 就想娶她 足以说明当时小公主是多么招人喜爱 然而天才与美人 只是纯真无邪的愿景 自古以来 皇帝的女儿除了 及万般宠爱于一身 还是一种工具 即便美貌无双 即便地位崇高 她也逃不出许多公主的宿命 正着联姻 远嫁她过 1766年 在她11岁的时候 法国王室向奥地利王室提出求婚 1770年 14岁的玛丽安托内特 成为路易十六的太子妃 五年后 玛丽安托内特成为王后 对一个女孩来说 金钱 地位 美貌 应有尽有 无限荣光 如果不出意外 接下来王后为路易十六生一堆孩子 相夫教子 母仪天下 然后幸福到老 但事实是 当玛丽安托内特 离开奥地利国土 踏上法国国王的专车时 其实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有句话说 性格决定命运 知女莫若母 玛丽安托内特 除了是位年高德勋的母亲 更是一位老谋深算 洞察一切的女政治家 她对女儿的性格缺点了如指掌 女儿虽然漂亮可爱 但是她幼稚 贪玩 女儿很聪明 一学就会 但她不喜欢思考 漫不经心 常常逃课 出嫁前两个月 母亲万般不舍 特地让她留在卧室内 想给她多些陪伴和教诲 临行前 母亲给她一份详细的行为守则 让她发誓每天读一遍 她还指派一位忠心耿耿的使臣 追随女儿 及时将女儿的情况反映给女皇 然而母亲的真真教诲和良苦用心 随着故土的渐行渐远 慢慢地被玛丽安托内特 抛到了九霄云外 迎接她的是另一个国度 一个陌生的男人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很聪明 喜欢治所 精通历史 文学 但是他为人懦弱 政治悟性很差 而且这个男人 在最初的婚姻生活里 生理上有个致命的缺憾 性无能 结婚几年了 但玛丽安托内特王后 还是个少女之身 她曾写信给母亲说 只要能生个孩子就好了 哪怕是个死婴 因为这些 皇家的恭维密室 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玛丽安托内特为此 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这让她变得 更喜欢寻求刺激热闹的场面 开始 她只是延续自己的天真快乐 但渐渐地 这种玩乐 发展成一种病态的享乐痞 她与女士热情交往 与年轻的宫廷侍臣打情骂俏 热爱梳妆打扮 甚至常常发脾气 她开始逃避丈夫 夜不归宿 在歌剧院 娱乐厅 晚宴 以及宫愁交错的聚会里 消磨时光 她的举止荒诞不惊 有失王后身份 更令皇家颜面扫地 当年国王迎娶她的时候 法国民众万人空向 漂亮的王后 曾给所有人带来新的希望 而如今 王后玩世不公的本性 慢慢暴露出来 令人大跌眼睛 没有子嗣 流言四起 风波不断 这些 对国王的兄弟们来说 却是好事 他们寄予已久 他们耐心折服 等待机会 但令野心家失望的是 结婚七年后 王后终于为国王 生下女儿 直到有了小王子 玛丽安托内特的 王后之位 才算坐稳了 在玛丽安托内特 登上王后的第三个月 她成为时尚界的 摩登女郎 她每天关注的 无非是三件大事 首先是挑选服装 她每个季度 要做十二套正式礼服 十二套晚礼服 十二套普通礼服 每年还添一百多套 各式衣服 她以好几次 穿同一件衣服为持 其次是发型 专业的发型师 每天为她梳 各种各样的发型 水果 有花园 房屋 船只 有的像尖塔 有的用昂贵的 鸵鸟羽毛装饰 玛丽安托内特 还沉迷于首饰 钻石 珍珠 比任何人都要大 她曾花二十五万 利福尔买了手镯 巨额的费用 让她不堪重负 只能贱卖钻石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 告诫她要节约 不要只讲究打扮 不要失去王后的威望 不然会灾难降临 但她把母亲的告诫 当作耳边风 继续我行我素 放荡不及 她让言听计从的国王 为她增加一倍的津贴 但仍然无法填补 她欲望的空洞 于是 王后又迷恋上了赌博 在万圣节 她赌了个通宵 成为宫中丑闻 她还喜欢骑马 打猎和假面舞会 戴上假面 她成为一个普通的女人 拉着绅士的手 表达爱意 瑞典贵族费森被她迷醉 一生畏曲 一生追随 她似乎只有不断地 改变娱乐方式 才能让烦躁不安的 心安静下来 为了避开更多耳目 更自由的玩乐 玛利安托内特 花巨资 修饰了远离凡尔赛的行宫 在这里 她忘掉了王国 宫廷 忘掉了王后的身份 纵情玩乐 国王软弱无能 掌权的王后 不务正事 奢密成风 而此时 法国财政严重亏损 民众生活一贫如洗 人民对王后的不满 越来越激烈 称她为赤字王后 社会各种矛盾 越来越尖锐 建在弦上不得不凡 有句话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当她热衷于打扮 享受生活的时候 她从没有想到 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 当大臣告诉她 法国老百姓连面包 都没有吃的时候 玛利安托内特 反而天真的笑道 那他们干嘛不吃蛋糕 1789年7月14日 忍无可忍的法国群众 揭竿而起 攻打巴士抵御 她和国王一次次逃亡 一次次被抓毁 而此时正值法国 对澳作战 她把作战计划 提供给外国 企图借助外部力量 镇压革命 叛国的事情败露后 激怒了法国人民 导致巴黎人民起义 彻底推翻了君主制 她和国王先后 被送上断头台 那年她只有38岁 作者茨维格在书中说 命运赠送的东西 暗中都标着价格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选择奢靡享乐的人生 必然是山穷水尽的结局 生在皇家 长在皇家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但一手好牌 却被她打烂了 但玛利安托内特 坦然地踏上断头台 一不小心踩到了 刽子手的脚 她轻轻地说 对不起 您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一刻她彬彬有礼 从容赴死前 却不输亡者之气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如果能早一点 做到自律 节俭 努力 向上 早一点珍惜 这份亡者之气 历史上 可能会多一位 受人爱戴的王后 少一位可怜又可恨的艳后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如果这两个字 终究不能力挽狂澜 当刽子手砍断绳索 闸刀落下 一切都过去了 给世人留下一声晚叹 一些警示 纵怪玛利安托内特 短短的一生 王军就像一件玩具一样 只想享受权利 没有承担义务 当他巡视巴黎的时候 尽管当时人们已经被赴税压得透不过气来 但人们依然热烈欢迎他 玛利安托内特毫无功绩 人们对他的爱 曾让他很受感动 但感动归感动 他觉得这是应该的 却从来没有努力为人们做些什么 《论语》中说 在其位谋其正 掌控实权的玛利安托内特王后 只知所取 不知付出 毫无建树 被群众拉下神坛是迟早的事 在玛利安托内特出嫁时 母亲交给他每日阅读的守则上 以及在日常通信中千叮咛万嘱咐 要多读书 每天保持两小时的阅读 在他的行宫里 也有一个图书室 但他一生都没有打开书看过 母亲说他很聪明 但不读书 不愿思索 什么都能做 但什么都不愿意认真去做 她是一个从未成长的小公主 只知感官享受 内心虚空 她是一个寄生虫 只知攀缘西腹 不知自立自强 当风雨飘摇 却无还击之力 只能自取灭亡 你不出众 必将出局 《论语》中说 招闻道 悉死足矣 因此是 一个人如果浑浑噩噩 过了一辈子 突然早上明白了道理 即便是晚上就死了 也不遗憾 玛丽安托内特 就是这样的人 顺境使他极尽奢华 稀里糊涂地享受 几十年来 母亲及亲友的劝谏 都对他无能为力 而在逆境 他突然清醒过来 一夜之间迅速成长 他终于明白 磨难是最好的老师 人只有在不幸中 才能认识自己 三十五岁时 他才懂得 之前的腰艳 脉壳 浮华 是多么幼稚 在磨难当前 他心内涌动起 强大的力量 即使死亡 也要维护母亲的尊严 皇族的尊严 以及内心的骄傲 他变得沉静 坚韧 他在狱中立他的儿子 为路易十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法兰西的国王 在法庭上 当审判者 强加给他与儿子 不伦关系的罪名时 他异常冷静 从容应对 在行刑前 他把自己收拾干净 不卑不亢 勇敢地誓死如归 虚度一生 却在死亡前 不失气节 这份迟来的懂得 多少有点悲怅 而这份悲怅 却在告诉我们 不辜负当下 不畏惧未来 他是走好每一步 珍惜美好的每一天 与你 与我 共勉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诗典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向萌 祝你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我